歡迎收看球魁TV 大家好 我是球魁 今天來教大家三招學校沒教你的假動作傳球 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開始吧 第一招 分解動作 動作一 將你的手打開 用你的手臂把球停住 那這動作的Hold住的時候 最好它可以撐到5到4秒 分解動作二 將你的球拿在眼右耳旁邊 並且順勢將球丟出去的同時 用你的手臂把球停住 接下來我們把所有動作串連在一起 首先呢把你的球拿在你右耳旁邊 然後會出去的時候 然後手臂停久 停住它 拉回來 停住 拉回來 那記得這動作啊 你務必啊 讓球永遠都黏在你的手上 黏在你的手上 不要拋起來再接觸 這樣會比較不像 所以你要黏著 拉回來 黏著 拉回來 第二招 分解動作 如果將你的球拿出去的同時 順勢的捏它來講 抓一下球 出去 抓一下球 出去 抓一下球 出去 抓一下球 而且其實這動作 我們如果要逼真一點 記得將你的手順勢的大隻抓一下 會更像把球傳出去的動作 第三招 穿球 分解動作 首先呢 將你的球 拿到你的運輪正下方 那我們讓球完全的藏起來 看不到你的球 分解動作二 我們將球啊 壓在你的運輪正下方的同時 把你的右腳和你的運輪 勾起來 將球壓到 分解動作三 將你的球 然後我們夾住之後 順勢的把你的右手掛出去 夾住 把你的右手掛出去 OK 我們接下來把動作串連在一起 夾著同時 你右手滑出去 夾住 滑出去 那這動作 那這動作啊 如果你要做更必勝的話 你夾住的同時 右手 揮的速度 越快越好 並且你盡量看向前方 然後耶 我們球啊 一定要盡可能把它藏起來 正面 你看不到你的球 就像這樣 OK 我們把今天三招夾上座的傳球 串連在一起 也可以便宜到你 好划算給我表演喔 總結 今天教的三招夾上座的傳球 是我平常非常喜歡使用的 有時候我會用在夾上座上面 或夾上頭上面 那切記 只要你的球 不要離開你的身體 不要離開你的手 它在球場上 就是一個合法的動作 沒有任何唯利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你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可以一起做討論 Q彙TV 我們下次見